我家月饼自从上次做完手术胖了好多好多 今天来称一下刚刚他到底重了几斤 乍一看真的跟怀孕了一样 也顺便称一下我家其他小动物吧 月饼 称一下你有多重啊 好久没帮你了 他好不想被帮 这个月饼 好了 来来来 称一下别动 5.16 10斤 10斤多一点点 小月饼 月饼 你生气了 月饼整天跟老鼠打架的 身上肯定有很多虫子 我平时都会给它们灭虫的 小木宝 来称一下你有多重 1.76 三个月的猫 3.52斤 不知道算不算重 看看你有多重 木木应该最配合 4公斤 8斤 8斤 走吧 你还轻了一点呢 23公斤 轻了一点点 最后撑上你 撑上你多重呢 哎呀 这个糯米好像怀孕了耶 肚子怎么这么大呀 乖乖的上次有网友说他肚子有点大 看看你有多重 17公斤 之前是15公斤 还是重了一点 应该是怀孕了这个家伙 看他的乳头好像都变大了一点点 你怎么怀孕呢 啊 糯米 你不是不喜欢公狗吗 这个糯米怀孕了我实在是想不通 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你哪天溜出去了是吧 这个马达你是不让它碰的耶 真的是想不到耶 我感觉都快生了 一点都不显肚子 我还以为只是胖了一点 最近的胃口也不错 看来不简单 这个小糯米 都快四岁了 第一次怀孕 真的太神奇了 期待你生出健康的宝宝 我现在也很期待 他生出的孩子到底长什么样 当那个时候才能破案 他的老公到底是谁 这个神秘程度放得走近科学 感觉能拍一个月 我记得你一岁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粉丝说 想要你的后代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他们自己还记不记得 估计现在都不一定还关注我 话说回来哈 糯米这个杏壳放在农村 确实很适合 他非常谨慎 而且特别能看家护院 也不咬人 如果有地理条件 还能冲到一下小型猎犬 我说他最近的性格都有点变了 你以前还要粘人 没事就来我房间 跟我家里的莫莫还有莫宝一样 大家觉得糯米肚子里的孩子是马达的可能性有多大 虽然他们天天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真的关系不大 这是之前 糯米在繁育期的时候 是和马达整天在家里看着前面村庄的狗 生怕他的情敌会过来 但是家里的马达是碰都别想碰糯米 糯米完全拒绝 你们看过之前的视频应该清楚 所以现在猜的话 我觉得大概是前面村庄的那个黑狗的孩子 不过实在是想不通糯米是怎么跑出去 然后又回来的 哦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之前他们其实有过肢体的接触 大概不到五秒吧 就是蹭了一下 难道那一刻就怀上了 那今天就带这个孕妇去户外散散步吧 这经常带他们来这边疯跑的地方 这块都变成了湖了 以前这一块都是草地 不过好在现在出太阳了 慢慢的这个水应该会退掉 哎 糯米走了 糯米 糯米 回来 马达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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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狗跟猫都有驱虫灭虫 身上没什么虫子 但是经常出去玩的话 还是会带回来一些新的 他们经常在草里面钻来钻去 也会跟隔壁村的猫猫狗狗社交 带回来跳蚤那是太正常不过了 我家小猫跟狗也是经常接触的 小猫也避免不了一间屋子 所以毛毯啊 狗睡的附近啊 猫窝啊 是大概率会惹上跳蚤的 有时候猫身材会上床 所以上一辈人很讨厌猫狗建筑人的屋子 也不是没有道理 嘿 这个墨宝怎么爬这么高了 墨宝 你怎么上去了 现在吓不来了吧 这个虾伙 你会上不会吓你 叫什么 自己人 叫叫叫叫 说我爸回来 诺咪现在变得比以前还要惊涕了 嘿嘿 猫还跑过去接我爸了 这个小月便想不到都十斤了 脸上一点都不显胖 它以前最重的时候也才八斤 这几天有台风啊 而且还会下雨 但这个雨来得太晚了 这个野草上路已经干死了 我是看着它们在墙风里面 从小牙长到这么大的 诺咪又来我房间里了 现在是快速演冬棋 应该是在做梦 诺咪又来我房间里了 诺咪又来我房间里了 诺咪又ى我房间里了 十斤 骑 MAN 不要 Δ 事 不 三 营 摆 我们